团队咱们说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去得分 之前赛前给出的数据我们也看到了 庙慧 三续头 方硕 肖辉 小川 三个人场均得分都已经上双了 尤其是方硕这赛打得非常出色 贾斯尼亥·米尔顿 这球上来先造成了琼斯的犯规 上赛季如果您看NBA了呢 至少贾斯尼亥·米尔顿在这个篮网打得是不错 有着一定的投射能力 但是来到CBA之后 能不能够符合我们联赛对大维的这个要求 还需要时间去看 他打这个同期的比赛确实发挥得很好 看他那个犯规是签犯规 没有算投篮犯规 雄斯抢下篮板 球转移的还是很快 出上来掩护 注意看进攻时间 高尚 青岛在这个休赛期 咱们说应援像赵杰高尚许家涵 包括选的刘弘母 看得出来球队还是希望 能够在之前 咱们说连续两年16胜22负这样的基础上 有所提高 双方有一些火气 王校辉 到目前为止 外线有非常好的命中率 王校辉 56.3%的命中率 贾斯尼亥·米尔顿的这个远头 目前还没有完全开 其实他确实是 应该有很好的投射能力 中方到现在都还没有得分 军师在要球 非常高的位置 王林年 打板命中 就是他的得分能力 让贾斯尼亥·米尔顿去防的话 压力也是不小 尔顿去防一线 方术 三分没有投中 青岛拿下篮板 高尚 张承宇 想回给琼斯 但是琼斯并没有看到 高尚这球 很危险要丢 小春把球给抢回来了 小春 大范围转移 看外线 防守三分 命中了 这是抓了刚才青岛双星这边的一个失误 因为刚才跟琼斯的这个挡拆 想把球回给琼斯 但琼斯并没有能够接住球 又一个失误 这球又被断了 哎 这球 守光这边也失误了 看看反击三打三 漂亮 这个球传得好像很贼啊 看他高尚已经切到篮下 传得很及时 有时候这种外援啊 需要让他有一些强度 如果他觉得这个比赛啊 难度不够 提不起精神来 他的数据啊 表现啊 就不会很积极 但是如果 咱们说让他较上劲了 哎 可能这个劲儿也上来了 啊 这个砍分能力也体现出来了 数据也好看了 琼斯 甲传自己上 没有能够上中 后场球 你们可以看到啊 场边的亚尼斯非常急 希望守纲队把这个节奏带起来 刚才第一时间 并没有能够回给贾斯汀哈·米尔顿 这个大个儿啊 出来掩护的话 也是需要给球的 这个球 小川传得很贼 再给琼斯 好球 给到许家涵 可惜没相近 这是第二次琼斯在高位的侧应 都是给到了非常好的上篮的机会 但是这球呢 因为许家涵身边还受防守队员啊 好球 方树 之前也看到有手钢球迷留言 说老马呀 在走之前 还把方树给练出来了 方树已经命中两击三分了 前三场比赛 把场均19分进账 倒成杀声 这基地给的很巧 再来看一下啊 琼斯这球啊 往上扑了一下 但是呢 并没有能够 咱们说两个人 完全的把小川的这个 传球路线给封住 小川一个基地 正好给到了贾斯汉米尔顿 直接面对空篮 第一发命中 左刚这边换上断枪棚 在面对三个人的包夹情况下啊 还是挺得上篮 把球胜进 总组今天确实啊 可能也是之前 龚之导的话起了作用 很乐于给自己队友做球 一旦出现机会 球传得很快 但是这次 是被北京 备守钢队啊 合力的给冒着下来了 小川 这球 朱远希做了一个 几乎是二传的动作 在外线一拍下 把球拍到内线 不过咱们说 这个贾斯汉米尔顿 篮下的终结能力 其实一般回过头来 是让张承宇 中投命中 重刺 判断的非常准 爆扣的机会 追到差一分 青岛这边 也有四个强断了 手刚需要加强 对球的保护 外线 篮板球 对球被朱远希拿到 琼斯非常好的判断 连续第二个强断 造成了方硕的犯规 这球琼斯已经意识到 在掩护之后 方硕这个球 一定会回给 贾斯汉米尔顿 再来看一下 这两次的判断 确实发现出了 琼斯的个人实力 看到我朋友说 方硕今年掌球了 确实是 还有朋友在问 主场不是搬到五颗松了吗 因为五颗松 这个最近 咱们说 这场馆也比较火 应该是没有能够排开 所以这几场比赛 要回到手刚 手刚这边换上了 小玩家杰克逊 换上了杰克逊 换上大树张冲涛 再来看一下 琼斯今天确实 很乐于给自己的队友做球 这个球给王庆明 给的也很妙 当琼斯可以更好的 转移球的时候 那手刚 势必对他的防守 就要有所顾忌 到底他是要自己攻 还是要传 如果不敢轻易加击的话 那么琼斯 后面的攻击的火力 可能就会展现得 更加充分了 这对于青岛来说 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杰克逊 中投怎么样 命中了 之前杰克逊 过去三场比赛的得分能力 确实得到了不少 手刚球迷的质疑 尤其跟老马医对比 确实 可以说天壤之比 论身体素质 包括绝对速度 撕开防线的能力 还是差了一些 打法也更倾向 一个团队型的球员 今天加强了主动进攻 但是在外线出手 并没有能够命中 一个抢断 这球打得太小了 杰克逊 速度 靠苏子强摆脱 没摆脱开 但是依靠自己的身体 单吃了一个 很有意思 两边的外援 今天都有所改变 咱们说之前 被说有点毒的琼斯 开始传球 今天有很多可想象的传球 而再说之前 打得不够凶的杰克逊 今天加强了个人进攻 这场比赛 确实之前两边 咱们说亚尼斯也好 光耀宾知道也好 看来都是之前准备会 做得比较充足 比赛有意思了 先到这边 换上了吉布森 前CV的得分王 这个坦分能力确实强 九刚也是换上了王萧辉 小川一上来的表现不错 攻得很主动 也有妙传 吉克逊场均13分 6.7次助攻 确实是不少 还有2.3次抢断 13分啊 确实作为咱们说 随便的小白员来说 并不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在关键时刻 咱们说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有待观察 高尚 晃一下后撤步 中距离命中 高尚突然到青岛呢 对自己对青岛来说 我觉得都是 咱们说双赢的 能够更多参加比赛 同时的青岛也有 一个更好的 咱们说国内球员 给吉布森 好球 这球传得很妙 但是并没有能够接到 这球张恒均啊 没做好接手准备 大树一个远头命中了 疚累的 soldiers 保育 反而给高尚 这球实际重心了 看看基里森什么时候能够开启自己的得分模式 到目前位置 两边都确实有点变化 登纯顿这个得分能力 青岛两个外援肯定要比手方的两个外援强 但是当他们如果能够更好的分享球的话 能够让更多的青岛的国内球员参与进攻的话 其实对手方来说是更难防守的 不过因为现在球队比分处在落后 看看在暂天过来之后 吉普森会不会开启一段自己的国内得分模式 先把比分追上 吉普森之前对天津是砍了39分 对深西赢了两球砍了36分 上一场比赛对北控是只得了24分 对他来说一场比赛拿24分肯定不算多 那场比赛因为外线七头零重 也确实是命中率没有找到手感 看看今天怎么样 今天几个线确实咱们之后增强了自己的主攻进攻的欲望 吉普森外线命中来了 今天外线的第一次出手啊就三分命中 双方打成16平 小时候这样的内线切 但球并没有给到 几个线再转 段江峰并没有投中 曾杰 一个假动作节奏有变化 但是上来的时候没有找到板 刘士兰这时候点可惜啊 其实已经撵进去了 素伟 跟手钢也是有一段恩怨啊 但是恩怨的另外一方 老马现在已经是不带手钢了 来看这球 其实前面假动作啊 晃得很好 这球犯规也是够狠啊 为了避免让素伟打成2加1 发球的时候还是有不少影响 两罚全失 先到这边错失了 咱们说比分上完成反超的机会 他可能能兜出来 挡住了 但球刚开始没给到 小辉 再传 想走底线 想法不错 但是段江峰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把球接好 又出现了一次强断 听到一向来对球的这个拼抢啊 第一节 就显得非常的凶 犯规已经累积到五次了 说刚才犯规已经累积到五次了 第一节 出现了一个失误 想给刘淑南在刘淑淑没有跑 两队第一节失误都达到了七次 都有点多 今天大树中距离可以再中一个 金森沃完全狂倒了 这球狂倒了萧辉 中距离怎么样 有了 我刚才这个高速中的变相啊 吉普森这球太漂亮了 铁克逊 讨证杀伤 他确实绝对速度没有那么的快 车阶速度没有那么好 助攻确实是一把好手 但是今天因为他攻的凶啊 之前可能准备会的时候在说 这是一个传球第一的后卫 很擅长给队友制造机会传球 但是今天一旦他加强攻势的时候 可能青岛这边还不是很适应 擅长罚球 雅尼斯这边赶紧也是给这个小车布置一下 刚才我们看这个裁判应该是 应该是鼻子给打流血了 这对抗有点激烈啊 也是得紧急处理一下 先直选 出了个小插曲 台湾老师这也是一个 咱们说挺高位的职业啊 看个第二阀 也是两阀不中 是我刚跟青岛这标签说好了似的 你两阀不中没关系 我再还你一个 李尚望来 这样的话双方还是18平 还在问主场是换了吗 没有啊 再跟您说一下 是因为啊 之前咱们说 这个手钢 五哥松那边 是场馆啊 有其他的安排 所以呢 前三场比赛我印象中 是要在手钢打 然后朋友们刘小宇 小宇啊受伤了 所以呢还不能出战 除了小宇之外呢 包括吉哲啊 也还不能出战啊 所以对手钢来说呀 小宇 长林 吉哲 现在都不能打 雅尼斯也说 说我们现在呢 还有一些伤病 等我们的伤员都回归之后 相信我们的进攻会更好 因为小宇 在之前亚洲杯的时候 可以说 打得非常的出色 但是因为有伤 现在呢 也只能先安静的养伤了 安静的姿 再转 必须出手了 没有能够投中 看看最后一攻 要压节奏 最后再起 吉普森 转到外线 张成宇 命中了 这球非常高难度的票移三分 张成宇这球投的硬气 这样的话 随着这季三分命中 青岛在首截中 现在是以五分的优势 领先主队手钢 咱们再来看一下 甩到外线 往外飘着头 难度非常高 这球手钢 收得太小了 可能以为吉普森要自己单干了 但这球往外一甩 找到了外线的张成宇 第一节比赛结束 咱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 一会儿来看两队的第二阶较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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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凉人 数 3 2 1 開始 及若 facil 数 탁 哇 acredita 快 ás 你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得了五分 但是有几次非常好的妙传 没有一股脑的都是自己攻 刚才我看有朋友在问 说小宇什么时候复出 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新闻 雅尼斯这样也说 确实我们需要等到 这几名球员 包括吉哲 包括小宇包括长林 商宇复出之后 我们的进攻 机会得到改善 这个阵容对秦岛来说 是一个咱们说有优势的阵容 双外援都在 李琼斯 佳琪来了 后掌球 这小车 李琼斯跟哈米尔顿 打苏伟 这球苏伟防得不错 大家看啊 这球已经完全罩住了 让贾斯加米尔顿 这球投的非常的困难 来吹了王教辉 小兰漫犯规 就是萧辉啊 要面对 这个对手最强点 看方论压力非常大 看看手钢能不能够 把节奏带起来 王力士高尚 失误了 吉普斯抢断 造成杀伤 这球险些打成2加1 又是一个抢断 相信在赛前啊 也只有做部署 因为知道 手钢这边传球多 你需要更多的人 参与到进攻当中 所以对传球线路的 这样的一个控制 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能够完成抢断 那么马上倾倒的 可以组织起很有效的反击 第一节比赛啊 琼斯有抢断之后的爆扣 这节比赛上来 又是吉普森完成抢断 然后造成杀伤 两罚全中 分差到7分 这之前很多北京首钢球人民所说的啊 到了这种时候啊 需要也能够站出来 咱们说哪怕是用不可理的方式 要能够有得分 海绵尔顿怎么样 球没有打中 自己抢 但是 这球又被切了 张承宇 或者吉普森 再找张承宇 苏伟 琼斯对海绵尔顿 有点防得也不错 小川 有点慢啊 但是海绵尔顿还是把球打进 吉普森这边够快的 也出现失误了 因为琼斯并没有能够摆脱防走 这边自己投 这边自己投 两半抢到 吹了苏伟的犯规 王晓慧的中投 如果马上回来啊 又是一个防守犯规 小哥每场比赛 因为到担任防守兼兵这儿的任务啊 基本上都是去防 对方的最强点 琼斯 看看篮板 出界了 给了后掌球 阵防守 阵防守 进攻犯规 琼斯 琼斯这球很聪明啊 一盼 因为两个贴得非常近 你稍微有发力动作 马上就倒 地板应该是有汗啊 所以也是需要攻击人员赶紧及时的去擦一下 好球 琼斯又一个妙传 漂亮 琼斯今天在 咱们说高位在湖顶这个位置啊 这几次妙传 确实展现了不一样的这个手感 防得也不错 哈密尔顿这起的出手都是很别扭 琼斯推进 再给吉普森 真的是对杰克逊来说 吉普森太快了 这球像篮网一样把球断下来 防守犯规 来看一下啊 高高跃起把球拍下 再转上篮 这球是王潇辉把他抢断 小冬队这边是加强了防守强度 刚才给了很足的对抗 这一截青岛的命中率并不高 七头只有一中 金森 也没有 拿下篮板 看看反击 好球 这应该是杰克逊的最快速度了吧 今天确实攻得很主动啊 这对手光球迷来说 对手光队来说 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如果他只是能在传球这一项上 提供威胁的话 那显然还是不够的 听到这边 冬队孔志老也是请求了暂停 球队的进攻在第二节呢 出现了一些停滞 虽然刚才琼斯那个传球 给高上一个传球 非常的漂亮 咱们来看看回放啊 这球相说的判断也很准 知道在这个位置上 四位处理球 只能把球往外甩 来 刚才这次防守 上球非常快 你看这真的感觉 几乎是杰克逊的全速了 王耀霍今天四分 一个抢断一个篮板 看他听说是我的第一次进攻怎么复属的 熊斯自己投了 依然没有 又是打反击 外线的王小辉 球没有能够命中 但是 这球没有顶人 让汉密尔顿从底线溜过来 在篮下有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拿到前上篮板 完成扣篮 排到神思 又防住了 攻防转换的三分球 面前没有防守人 杰克逊 手起刀落 三分命中 四分的领先 尽管今天工作很主动 7分球累将 关键时刻 咱们还得吉普森来 堂硕 运一步 中距离 短 琼斯准备自己调拢 他的这个个人能力 确实 在大委员这个位置上 因为他有很好的持球的能力 是可以这样自己推进的 来看这球 还是琼斯把球扣进去了 放下苏伟 今天九中三 有两个助攻 但是传的好球 确实不止两个 没有能够罚中 好球 不知道这样的杰克逊能不能够让手钢的球迷满意啊 今天已经是五投四中得九分了 犯规 吉普森确实快 咱面对这样得分能力劲爆的小玩员的时候啊 过去几场比赛 咱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场比赛打肯迪亚 让布鲁克斯砍了35分 对山东 这场比赛呢 是让莫泰拿了27分 对童西是让这个杰克逊 杰克逊拿了这个34分 有些第一场比赛啊 因为这个是布鲁克斯拿35分 当时对这个杰克逊 因为这个差别很明显 杰克逊这边呢 七个助攻不少啊 但是论砍分能力啊 确实是布鲁克斯这样的超级外援 但是今天看看能不能够展现一下 对他进攻上的这些表现啊 刚才有机会没有给 这球孙姐在抢断 今天青岛对于这种传球的切断啊 确实够积极 因为这样的反击啊 也很实惠 抢下球来 前场就是上空篮 哈密尔顿 没有打中 太快了 这刚才孙姐那个抢断 杰克逊也是没有能够追上孙姐啊 只能最后是目送对手完成抢断 上篮得分 罚中 但是过去的一分钟 但是过去的一分钟 听到打了一波6比0 追了背后的拉人 追了王庆明 你看右手 有一个拉人的动作 杰克逊 今天准 六投五中 看基夫森 后这不三分 能不能缓一个 没有 现在好像有意啊 是想在这个 主场前面面前 展现一下 自己的得分能力啊 再来一个 再中 我炸了 连续的外线命中 这一截三分线外 手刚是四投三中 漂亮 在篮下 第一时间并没有上篮 但是广了一下之后 还把球上进了 现在杰克逊手烫啊 打基夫森 王林碾 转到外线 朱远希三分的机会 有了 这一截手刚外线 命中率确实高 三分球上分快啊 进到需要加强一下 对手刚外线的 这个防守强度 又出现了失误 再来看一下 这球王庆明啊 想过来加 但是过来加的同时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自己的这个防守人 给放了 朱远希 在外线 有非常好的投篮空间 这球韩米尔队 在内线已经坐住了 琼斯肯定要还一个 内线有非常 非常小的空间 这球还要自己投 哦 漂亮 哦 漂亮 刚才镜头没有给到啊 开盘 开盘也是在 招呼球员赶紧回到场上 过去的两分钟 手刚被打了一波 0比6之后 环利波13比2 这段时间确实啊 咱们说这个极客逊 带动能力也够强 篮板 王庆明拿到 熊斯 熊斯 赤头一下三分九 短了 高尚很积极漂亮 又是在内线丢分了 又是在内线丢分了 这球啊 几乎是弹无虚发啊 领先优势到九分 琼斯终于进了 现在因为 手刚的 护框能力 没有那么的强 这几次丢分 都是在出来的内线 推着吉普森的犯规 吉普森也是很友好的 将哈密尔顿拉起 那来看一下 因为在刚才啊 出现了一个错位 是吉普森去防哈密尔顿了 情急之下啊 也只能是把吉普森 直接就撞倒了 而把这个哈密尔顿 直接撞倒了 几个讯 这球传得很妙啊 但是小车并没有能够抓住 前场多打手 急停中距离 一旦抓反击啊 今天青岛的反击的命中率非常好 在前一阶段的比赛当中啊 通过反击啊 青岛已经拿了不少分数了 相信这样的表现 守纲球迷应该会有一些对吉克逊的批评 当然了也要看啊 他这样的表现能不能够延续整场 但是在这一节当中啊 他做的事情啊 是非常出色的 看起关键球 吉克逊的这两季三分 确实都很关键 正好给到这两季三分球 包括这个福开仁的传球 要说刚才那个传球啊 确实是之前大家知道的啊 吉克逊的特点 但是这两季三分球啊 可以说是之前前三场比赛啊 吉克逊没有展现的那么充分的一点 就他的得分能力 之前我们也看到了 他得分啊 14分不到 但是今天打了一节多 已经是11分了 外线三投三中 同时三个助攻 两个篮板 要知道过去的三场比赛 手钢的得分 都没有能够破百 都没有能够到90 第一场比赛87分 第二场89分 第三场86分 但是今天半场不到 已经拿了49分了 进攻端 有很大的起色 吉克逊 又是一个变相 下到篮下 打中 哎呦可惜了 对不起 这球没有能够弹进篮框 有点调皮啊 这个球 好 好 比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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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得分应该是已经超过了 之前前三场的场均得分了 这个是下场休息 而在青岛这边 说完人都在 运球点多 两个人出了夹击 篮板球 汉淼都控制住 手刚上了张才人 看看体育训不在啊 青岛能不能打出一波反击来 要提球 看得出来亚尼茨也很急啊 希望他肯定是希望能够拿下主场的新赛季首胜 琼斯自己打摆脱了 苏伟 篮板球没有能够抓住 看看反击 汉淼尔顿放进 这球高成的犯规并没有阻止汉淼尔顿把球放进 如果加伐命中的话 手刚就将领先优势快到10分了 汉淼尔顿现在是15加9 分插上双 哎 又出现了一个失误 这球感觉是手滑了一下 前掌多打手 往扣传 被切掉了 这个球可以说张成宇的防守是非常及时的 他的出现把汉淼尔顿这个球啊 直接拍了下来 要不然汉淼尔顿可能又是一个爆扣 这球往回传的时候 汉淼尔顿啊 很难一下直接起 需要调整一下 张成宇也是眼急手快 不过这段时间因为青岛的命中的下降 包括出现了几次失误 使用手高打了一些反击 看看汉淼尔怎么部署啊 注意看 注意站在前面 准备 我都在这里 这位好 我就是在这里 我都在这里 我都在这里 有一个 我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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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着 看看暂停的这个赛数能不能够护制 能不能够打出来啊 还有11.8秒 换上了刘淑楠 刘底线好球 这样的话 随着戴小圈刚才上来命中 56比44 在第二节手刚完成了反超 这一节中我们看到了 是领先了12分 艾伦杰克逊 也就是现在这个现场DJ 口中的这个AJ 半场球拿了18分 过去的三场比赛 所以说AJ 咱们说这个艾伦杰克逊 得分能力确实是一般 但是今天半场18分 公平的说旧场论场 这场比赛发挥的真的是非常出色 看看这个得分火力能不能过去半场 不到延续 同时看看青岛这边啊 能不能够有更好的进攻选择 在第二阶段很多时候 又陷入到了单打之中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尤其是琼斯今天的效率并不高 特伦斯琼斯今天13投只有4中 现在是10分球 而吉普森呢 是6中2 拿到了13分 有传有说呀 说汉米尔顿换成墨尔 北京有望冲击自由赛 莫里斯呢 因为受伤啊 现在还是在恢复之中 其实有很多土耕的球迷啊 很想念老马 很想念莫里斯 老马的引起北空 大家都知道 莫里斯呢 现在还是在伤病的恢复阶段 同样在养伤呢 还有这个 小宇 吉喆 长林 看看下半场青岛对这边的进攻啊 能不能能有所恢复 刚才好像这个计时啊 出了一些问题 这个裁判呢 也是在跟气势代表 在进行沟通 刚才聊到了这个 首钢的国内球员 确实首钢的国内球员 咱们说 这个庙会三季童 方硕 王潇辉 小川 到目前为止 本赛季打得是很不错 尤其是方硕 卡尼斯 周浩宾指导 周浩宾指导 得好好地去想想 球队进攻的问题了 今天半场球 几多的四十多分 确实 进攻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咱们说琼斯也好 金森也好 坎文能力都不够强 但是好像现在的进攻 还没有完全地成为一个整体 不够强 不够强 对 也好 我们在这边 这边 都不够强 因为 适合 看来也是让包边之导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进攻时间回到了15秒 有些继续加油 继续战 有些继续这个球头的有点硬 但是哈密尔顿把满球拿下来了 防速 继续还是没有 在第二阶中 手钢的三分球投得非常准 苏伟 苏伟的跟进非常及时 琼斯又开始一个人单干了 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信号 对青岛来说 我们的琼斯歌能力够强 但是今天手感并不是非常好 而且这样的话会让整个进攻很割裂 都是单打 手钢也会有更好的均定性的部署 超大达 之前四五一架拿下的七个篮板 earning the fuck Guten anton 十分的分差 场上迪克逊 方硕 朱燕熙 小车和汉密尔顿 这个时候刚在场上五人组 汉密尔顿再次打成 今天 两个位员的表现 我觉得手钢球迷 应该还是可以给一个很高的分数 到目前为止 吉克逊一个人吸引了两个人的防守 汉密尔顿往篮下切 球给得很及时 高尚 汉密尔顿也两双了 十八分十个篮板 好球 好球 这个吉克逊 现在没发挥呢 两个人防 防得很靠外 强打没有 这球是琼斯给冒下来了 自己推进 好球 凭森 外线今天不准 游出南 好球 够积极 前场篮板 咱们看 听到国际庄星也抢了七个 三个人 这个时间快到了 这个比较仓促 今天 琼斯三打的效果非常不好 往下转 再次造成杀伤 杰克逊在第二节 展现了自己的得分能力 这一节又是屡屡正式妙传 我们看刚才就是 琼斯自己单打 球没有打中 被手钢抢下篮板 直接打反击 而且退防又不够快 这球确实冒着很漂亮 第一发布 其实跟莫里斯相比 那感觉还没有跟着身体天末条件 可能还真的比较差一些 力量啊移动能力啊 包括咱们说中投 又是中投这一下 肯定是不如墨 但是打的够拼啊 保障 又是手钢的反击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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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速度并不快 但是 绝对速度并不快 再次给汉杰尔顿传出一个妙传 这就看出来了很明显的一个数据对比 青岛这边的这个进攻啊 三打太多了 而且这三个助攻里面 我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有两个是来自琼斯的传球 来看点球啊 非常漂亮 传的刚刚好 闻到球到 换上了29号段弘睿 好球 青岛的传球 如果能够更多一些的话 让孟主的猜到足够的话 这个分叉呀 还是有得追 再来一个 又有了 今天手钢队的两个外援 在第三阶中 已经完成了三次连线了 还没有说今天23加10 之前的最高得分 汉皮尔顿是对同期拿到了28分 看看今天啊 能不能够突破自己的CBA的这个 得分新高 有朋友还在说啊 说手钢啊 就是外援 不行 但是今天那场球 个人觉得啊 打得可以了 相反呢 之前咱们说非常能够得分 有很强能力的 吉布森跟球赛今天打的 并不是非常好 那场球 是因为来 当时就打得非常不好 因为被抢断了 现在天打的进攻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又被抢断了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又被抢断了 现在天打的进攻 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 上来也没有 还没有尔顿一个基地 这次是给吉普森识破 现在需要得分啊 这个球可以早一点给 刚才篮下苏伟是一个空位 可以给空中接力的 苏伟刚才也才跟孙岚说 这球往天上给就好了 不过好在呢 还是把球补中 高尚拿到十分 有个篮板 吉克逊中逃命中 吉克逊现在应该也是二十分进账了 赢你二十分进账了 主委 跑车 车要转起来 漂亮 不看人的传球 整结四个助攻全部应该都是来自杰格逊 三个给了汉密尔顿 刚才又给小川一个 外线吉普森先反规 十分差 有青岛的穷没有看留言 应该是对穷斯很 应该是对青岛的内线防守很不满 说被汉密尔顿这么刷 确实青岛队在防挡猜方面的效果不好 吉克逊前汉密尔顿的这个挡猜 现在就立即打成 汉密尔顿的外线今天没有没有投开 再补 补重 放手 再来一个 还是不过 他没有认识 不应该考虑再往外 再扣一扣一 所以密尔文贤可能对他来说不是很适应 又一个抢断 直接上球给小川 能不能拿到 上队了 给了一个围体 给了一个围体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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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罚坐没有罚坐 今天几个手速感太好了 结果性也是要在咱们说首刚的主打的面前证明自己不是不能得分啊 21分9个助攻 今天很有希望拿一个大号的两双 之前几个顺应的最高得分应该是16分 第一场比赛面对肯蒂亚 今天是已经创造了自己的CBA得分新高 今天兴奋 被套了 确实已经在这大意了 看看上球 金森 这球没有能够把球放进 但是我记得说失误 高尚 高尚 高尚确实对劲子来说非常的重要 从 erre 分到底角 外形三分之手 投入 冯洪瑞在比较埋伏 这球也是被放的 冯洪瑞当时在跟福建打的时候 曾经有过11投7中的外线三分球命中 抢投一个 篮板 首刚今天在内线 前场篮板 后场篮板真的是丢了不少 青岛今天在前场篮板的拼抢上 非常的积极 这球内线瘦得太小了 王庆明也是没有能够扑到这个冯洪瑞的跟前 比较不够 比较不够 他绝了不够伏 王庆明今天有个4分5个篮板 5个想断 第二罚命中 我们说青岛在篮板球有优势的情况下 现在还落后了16分球 进攻上和命中率上 今天很成问题 这一节首钢的外线命中率在下降 走步 刚才吉普森这边有机会 但是孙恩杰的球 并没有能够给到 15 双方都不少 17-16 缓掉 在篮下 好球 今天青岛在内下才防守 也是给了首钢不少这样的机会 两把球拼得真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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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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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应该是24分了 3分先外 5投4中 金森 还一个 这时候投得很硬气 因为他分差已经算了20分了 刘萱迅现在需要发挥 今天16分 对他来说这个队分并不算高 小川 这个球高尚应该是没拿住 这样的话球权前张球 哈密尔顿休息 换上大树 张东超 换防了 外线说刚好再投一个 这次没有了 尹森运丢了 跑在这球上还是拨得很快 外线 孙杰描一下 命中 连中两季三分之后 分差回到15分 好 现在来两个三年时间 尤其是我们的吉桥 五十一 来吧 给大家来点热门吧 来看今天外援得分49分 国内球员31分 三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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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尝试进去 所以说今天 都凯雷在青岛这边 今天的情况跟前参场完全不同 国内球员拿到了39分 但是两位外援只有26分进展 大家知道这个吉姆森跟熊森非常难亏 第一场比赛 吉姆森39分 熊森48分 两个人合砍了87分 第二场比赛打山西 熊森22分 吉姆森36分 两个人也有58分进展 上一场比赛就48分 今天两比赛 两个人现在只有26分 而且在数据对比上 我们可以看到 不已进攻准备的杰克逊 24分球 而已进攻准备的杰克逊 现在不到20分 吹了张松涛的进攻犯规 今天换到咱们说 是这个青岛的两位外援 大小外援 吉姆森家熊森 表现不佳了 尤其是熊森 可以说今天表现 非常的让球迷不满意 今天晚上的时候 看了一个帖子 一个青岛球迷写的 说的是熊森 你能力够 但是如果不好好打球的话 对球界伤害非常大 当然用词可能会比我 刚才要更激烈一些 但其实也反映出 这些球迷的一些看法 好球 青岛需要让球多运转起来 让更多人参与进攻 小川 这球几乎先手快 刀架之后后掌球 第三个比赛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分参差是13分 下 wil车继续 红洁 超 红洁 又是前赎篮板 这次苏伟没有能够终结 但是丢篮板这个现象 手钢是必须要加强注意的 好球又是给小川的助攻 今天小川溜底线 溜成了两个了在这一截当中 双方的问题挺有意思的 青岛这边是篮下的防守 手钢这边则是后掌篮板的保护 漂亮 几分钟开始传球了 最后一攻 4秒3秒 这球失误了 还剩1.2秒 这球失误了 还剩1.2秒 不打了 82比69 13分的分差进入到最后一截 这一截 双方打了一个瓶子 还差三个篮板 可以拿到一个二十架的三双 可以拿到一个二十架的三双 这两天啊闹嗓子 所以啊 一时特别想咳嗽 跟你说个抱歉 来吧 咱们来看两队的第四截较量 董事长这边一直后来就没有上群师啊 高尚苏伟孙杰 再加上基督森 还有这个王庆明 这手拼下来了 首方首选 这边王庆明 千万别跑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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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位那边方硕 朱熹 张才仁 肖辉和韩米尔顿 有 有 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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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lory 继续 这是一次成功的防守啊 先来看看进攻 帝肯森 王庆明怎么样 有了 王先生今天也很准啊 五头互动拿9分 五个篮板 王叔 手的手 这球 这球是 通过扯动把整个进去拉空了 这样的话直接获得了一个上空篮的机会 这段时间感觉青岛队的进攻逐渐回来了 更多的传球 进攻中有更多的人 这个能够经手 又是内线漏人 因为汉米尔顿啊 能够把苏伟起引出来 这样的话呢青岛队篮下呼框 就显得稍微弱了一些 再来看啊 因为汉米尔顿 这刚才那个进攻 咱们看 因为只要苏伟出来 他不在篮下 那么往里的突破包括上篮 这边手钢压力就小了 今天萧惠得分并不高 这球险些失误 没有回场 金森 有 分差来到十分 十分钟的时间 十分球 这是一个可追的范围 依然还是依靠汉米尔顿的牵制 但是这次 汉米尔顿今天的外线啊 还是没有手感 抢断了 萧辉 再抢 哎呦 萧辉哦 这球没有能够上进啊 阻挡阻挡 先犯规 吉普森呢 是认为这球啊 是连贯动作 已经出手了 来看啊 这球如果吹犯规的话 其实可以吹二加一 那裁判还认为是犯规在先 只是一个普通犯规 这个时候感觉 如果是NBA的话 应该就是二加一了 呃 展现了非常强的格能力 挑上 有 七分球了 哎这段时间我们看啊 琼斯没上 但是呢 在奇普森带领下 有助攻 有得分 这段时间追分效果不错 这样下去的话 看看貌宾公主场 会不会让琼斯笑 因为感觉让琼斯上的效果啊 还真的不好 好 我们要走 我们走 三 他 给他打一个三 三先打他 打他三先 有朋友在说啊 一叫做行的朋友说 轻倒啊 三外援 比分追上了 上双外援输17分 其他人要动啊 其他人要动 他今天真得背 感觉今天是在期训自己的队员 还是要把出力提高 不要以为领先了 咱们说这个比赛就不能把断了 这一截球 吉普森的带动作用非常好 他很好地平衡了自己攻和转移球这两项 而且青岛的这些国家球员 今天打得非常的出色 王宁至少应该还是准备继续用 咱们说一外四内 一个外员四个国内球员这样的组合 今天王庆明很高效 六投五中十一分 主要是这样的话 因为没有琼斯 这场比赛确实咱们说 有机的时候打得不好 进攻很割裂 没有琼斯 进攻更像一个整体了 而在首当这边还是没有着急换过杰格逊 苏伟 把这个汉淼顿往外推 又守住一个 青岛可以继续追分 连续的变速 篮板 credit for the first match 第五投 篮板 今天25分13篮板 过去的三场比赛呢 两场球 哈密尔顿都是有两双 上一场比赛12分9篮板 差一个篮板 比赛还是有悬念 我们看琼斯好像已经 不在青岛这边的替补席了 反正咱们说从镜头角度来看 我还真没找到琼斯 正好是被光铭指导挡上了 这位看见了 看朱尾这篮板抢了 又一个千两篮板 手钢啊 今天朱篮板丢的太多了 更多的咱们说千两篮板 也是给了青岛追分的机会 这位还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干扰 看看第二阀 今天赴韦12个篮板 两阀中一 8分的差距 小辉 苏尾还是拼命的把哈密尔顿 往篮外顶 防守 没有犯规 反击 上球 王庆明漂亮 追到差6分 这一节追分啊非常快 手钢这边应该是准备 把杰克逊换上来了 哈密尔顿中头怎么样 运动 这是关键球 但是感觉青岛对吧在启示啊 好重了 高尚 这球够强硬 篮下的防守 刚才呢 因为哈密尔顿也是被吸引出去了 高尚现在17分 哈密尔顿再动 连拿4分 哈密尔顿今天31分啊 也是创造了个人新宫 吃了阎雾 素伟被冒 素伟被主席给冒了 但是前场球 素伟在进攻端的这个 中间能队啊 比他抢篮板这下啊 确实还是要弱一些 防守型的蓝领内线 换一下张才人 换上小川 还是没有着急换杰杰杰杰 可跑投命中 6分了 从13分到6分 追了7分球直到半截的时间 小辉 被冒 24分为例 青岛队又一次直攻的防守 在这一节中呢 青岛队加强了进攻端 转移球 同时加强了防守的强度 第二次造成了手钢的二次脑为例 这球要是再进分差 就将缩较到一个球 缩较到一个球 征球 征球的话是北京球选 对不起 应该是刚才算错了 因为刚才是差6分 但是这球啊 小辉还是拼得很积极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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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尔顿 造成了苏伟的犯规 苏伟在跟他半说 你就哪儿犯规了 他撞的我 再来看一下 应该是在行进之间 一发中 他们还在刷新着自己的郭文哲文新高 32分 33分 33分 3个了板 8分的分差 这就是险些失误 合给吉普森 依靠速度突破 面对三人合围 吉普森要展现自己对最倍得分王的能力 再来看一下 这种防守强动下还能把球往天上抛 吉普森20分 8发8中 6个助攻 4个场段 今天助攻不少 刚说完八发八中 就罚丢了今天的第一个球 刚说完八发八中就罚丢了今天的第一个球 哈密尔顿 还是持球打 篮板 这次是手刚拿到 哈密尔顿现在就去这个都挑着打 用速度打 用速度打股尾 再抢 握手是手军狗 哈密尔顿 背帽了 抢上 推了高尚的犯规 这个球 得益于之前手高对前掌篮板的拼抢 来看 跳得这么高 这球是从 孙杰头上把球摘了下来 高尚在封盖的时候犯规 这样的话继续送哈密尔顿上罚交线 哈密尔顿得分已经快接近40分了 两打全住 清晓得叫单停了 因为刚才分差最小 从天最小到两个回合 但是这段时间呢 又稍稍的被手刚把这分差拉大 在下风 哦 刚才先头也是给到了琼斯 今天表现确实不理想 来看一下 得分 1分21分高涨17分 琼斯就十分紧张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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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也是看到了 有北京首官球迷啊 还是觉得对两个外援的表现啊 不是很满意 今儿都发挥成这样了啊 还不是很满意 大家要求也是有点高了 当然了 哈密尔顿有自己的问题 吉克逊有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在还是在尝试 去进行一些改变和提高 不过今天在后场篮板的保护上啊 这确实是首刚非常非常 需要去提升的一环 也是今天轻的 我们说后面能把笔分吗 回追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对于天长篮板的拼击 然后二次进攻 现场的首刚球迷也是在给小春加油 看看青岛怎么 中最后五分钟不到的时间 把这笔往回追 漂亮 个人天赋的充分展示 空中一个折叠上反篮 七分球 这并不是一个保险的分差 吉克逊应该准备回来了 小辉并没有投 金岛的防守扩得很靠外 张成宇犯规 来看一下啊 真快 空中闪过了封盖 这时候现场的 自己作为得分王的超强能力 这时候获得MBA的时候 如果你有印象 当时在小牛 面对魔术 吉普森还砍一下国三场26分 刘游娟回来了 手盖换上了秋天 打板命中 这不是外援啊 混血 长着一张外援的脸 但是北京话特别标准 的 冲晓 宇犯 连动 有线回来 重新要去梳里进攻 起诉 篮板 篮板看怎么吹 推人 前掌篮板犯规 来看天守 两次都是来自杰克逊的助攻 秋天啊 这球衣上印着啊 还是这个加逆游 但是大家可能更习惯你的秋天 出席两把中衣 今天六分 七分两次封盖四个篮板 几个築绕绕出来 防这个吉普森 再换 往外扩的时候 吹了秋天的犯规 这一步上得太大了 来看啊 往外扩着这一步 有一个往上赢的动作 你的反归数也到了 所以现在反归就要罚球 11分的分差 第一罚中 那这球我们还是看到了吉普森啊 对球队再动过 26分六个助攻 也有六个输 来 加油 来 加油 四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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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 提上来接球 找杰克逊 拉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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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处 底下没有投 选择上篮 打中 秋天 秋天 秋天的补篮 换防 这球王庆明第一时间没有投 晃一下 没有投中 没有投中可惜了 机会已经出来了 秋天再补 换上秋天效果不错 已经合六分球了 迪欧森这个时候确实要开启对三王模式了 这球传得很好 小川就虽没有上进 但是跟进的邱天把球补进了 汉米尔德 两罚全中 11分的分差 还有2分19秒 要不掩护 换防 这球秋天打得很辞职 但是这球形式没有自己投 看看推反击 大范围的转移 吉普森接球跳投出手 三分线外再次投中 挑战之间吉普森的得分 也是过了30分了 32分 这个分能力太强了 换防之后 后者补中区里也有 看得出来啊 吉普森是个很会打档台的球员 这档台也算 打板命中了 张承宇 今天张承宇进了两个非常难的三分球了 第一节结束有一个鸭哨 两台还是换 这球秋天没接到 但是好在后点小圈 够难 吉普森 这球放过 贴得很紧 再来一个 弹劲 张承宇 外线这两三分啊 进的稍稍有那么一点运气 不过都弹劲了 六分球 很关键的一次防守 秋天 秋天上来效率真高啊 王晓明那边有点太累了 刚才好像也说 那只有这儿受伤 背帽 这球应该是 前掌球 八分的分差 二十一点七秒 这个球必须很快的把球投进 篮板 就是前掌篮板 来 小西 准备反归 去 3 4 5 8 9 9 6 4 6 第一罚命中 两罚全中的话 那六分球15.9秒 时间对清小的来说 有点少了 把球丢到杰克军手里 快速进球过半场 通过转移 不打了 球球最后并没有犯规 这样的话 111比105 北京州刚才主场战胜了青岛国系双星 拿到了新赛季主场的首胜 这场比赛两位外援 可以说 比赛的 说明不见了 现在没发挥呢 两个人防 防得很靠外 强打没有 这球是琼斯给冒下来了 自己推进 迪森 外线今天不准 游出南 好球 够积极 前场篮板咱们看 听到国际装型也抢了七个 时间快到了 速度比较倉促 今天琼斯单打的效果非常不好 往下转 再次造成杀伤 杰克逊在第二节展现了自己的得分能力 这一节又是屡屡正式妙传 我们看刚才就是啊 琼斯自己单打 球没有打中 被手缸抢下篮板直接打反击 而且退防 又不够快 这球确实冒着很漂亮 好球 不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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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不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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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啊 移动能力啊 包括咱们说中投啊 又是中投这一下肯定是不如墨 但是打的够拼啊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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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手钢的反击机会 好球 又是虚实的 又是大陆 肯定是大陆 人生 有失误了 李卓勠绝对速度并不快 但是 再次给汉密尔顿传出一个妙传 李卓勠分毫命中 齐悦忠现在应该也是20分进账了 对 好车 车要转起来 漂亮不看人的全球 本节四个助攻 全部应该都是来自杰格逊 三个给了汉密尔顿 刚才又给小川一个 外线吉普森先散归 的分差 有青岛的球目有看留言啊 应该是对琼斯很 应该是对青岛的这个内线防守很不满 说被汉密尔顿这么刷 确实青岛队在防挡猜方面效果不好 吉普森跟汉密尔顿的这个挡猜啊 现在就必须打成 汉密尔顿的外线今天没有没有投开 再补补补重 再补重 再来一个 还是补重 他没有认识 他没有认识 不应该考虑再往外 再扩一扩呀 所以汉密尔顿可能对他来说不是很适应啊 哎 有一个抢断 直接上球给小川 能不能拿到 仿贵了 给了一个围体 这球啊是想给苏伟 汉密尔顿啊 正好出现在了传球路线上 因为是一个上空楼的机会啊 所以台湾给了一个围体犯规 但是连小川的第一罚并没有罚住 两罚都没有罚住 汉密尔顿现在是15加9 分差上双 哎 又出现了一个失误 这球感觉是手滑了一下 前掌多打手 往后传 被切掉了 这个球可以说张成宇的防守是非常及时的 他的出现把汉密尔顿这个球啊 直接拍了下来 要不然汉密尔顿可能又是一个暴扣 这球往回传的时候 汉密尔顿啊 很难一下直接起啊 需要调整一下 张成宇也是眼疾手快 不过这段时间因为青岛的命令下降 包括出现了几次失误 使手高打了一些反击 看看雅尼斯怎么部署啊 A.J. 请 A.J. 请 注意看 Chacha Ju C. Ju C. 站在前面 right here OK 然后掌握一下 好 好 掌握一下 放入了 M.J. 他说出来 squeeze 下眼我 listen Juicy you go to the corner CHACHA you stay on this corner Directly Justin and I JP get on JP get on JUICY JUICY here CHACHA you go to the other corner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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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底线好球 这样的话 随着戴小川刚才上篮命中 56比44 在第二节首刚完成了反超 这一节中我们看到了 是领先了12分 我们可以看到 不以进攻准长的杰克逊 24分球 而以进攻准长的杰克逊 现在不到20分 吹了张松涛的进攻犯规 今天换到咱们说 是这个青岛的两位外援 大小外援 几乎增加琼斯表现不佳了 尤其是琼斯 可以说今天表现 非常的让球迷不满意 今天晚上的时候 看了一个帖子 一个青岛球迷写的 说的是琼斯 你能力够 但是如果不好好打球的话 对球的伤害非常大 当然用词可能会比我刚才要更激烈一些 但其实也反映出这些球迷的一些看法 好球 听到需要让球多运转起来 让更多人参与进攻 小川 这球几乎先手快 刀架之后后掌球 第三个比赛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分支差是13分 来 加油转 继续 红走 红走 又是前掌篮板 这次苏伟没有能够终结 但是丢篮板这个现象 手刚是必须要加强注意的 好球 又是给小川的助攻 今天小川溜底线 溜成了两个了在这一截当中 双方的问题 挺有意思的 青岛这边是篮下的防守 手刚这边则是后掌篮板的保护 漂亮 几分钟开始传球了 最后一攻 4秒 3秒 这球失误了 还剩1.2秒 这球失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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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1.2秒 这球失误了 这球失误了 不打了 不打了 82比69 13分的分差进入到最后一截 漂亮 个人天赋的充分展示 空中一个折叠上反篮 7分球 这并不是一个保险的分差 这并不是一个保险的分差 迪克逊应该准备回来了 小辉 小辉并没有投 近打的防守扩得很靠外 张成已犯规 我们来看一下 真快 空中闪过了封盖 这时候见现了自己作为得分王的超强能力 其实包括在MBA的时候 如果你有印象 当时在小牛面对魔术 吉普森还砍一下过三场26分 李游峻回来了 手盖换了秋天 打板命中 这不是外援啊 混血 长着一张外援的脸 但是北京话特别标准 二三三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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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 二三 狂朕 命中 李游峻回来啊 重新要去输入里进攻 齐素 蓝盘 蓝盘在他们吹 推人 前掌蓝盘犯规 来看这球 两次都是来自杰克逊的主攻 秋天啊 这球衣上印着啊 还是这个加尼游 但是大家可能更习惯你的秋天 初期两马中一 今天六分 七分两次封盖四个篮板 几个讯绕绕出来防这个吉普森 再换 往外扩的时候 吹了秋天的犯规 这一步上的太大了 大家看啊 这球已经完全罩住了 让加尼游游 这球投的非常的困难 来吹了王江辉 踩了满犯规 这阵营消灰啊 要面对啊 这个对手最强点 看方论压力非常大 看看手钢能不能够把节奏带起来 往这时高尚 失误了吉普森抢断 造成杀伤 这球险些打成二加一 又是一个抢断 相信在赛前啊 也是有所部署 因为知道手钢这边传球多 你需要更多的人 参与到进攻当中 所以对传球线路的 这样的一个控制 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能够完成抢断 那么马上青岛就 可以组织起很有效的反击 第一节比赛啊 琼斯有抢断之后的爆扣 这节比赛上来又是吉普森 完成抢断 然后造成杀伤 两罚全中 分差到7分 这之前很多北京 手钢球迷所说的啊 到了这种时候啊 需要也能够站出来 咱们说哪怕是 用不可理的方式 要能够有得分 海绵尔顿怎么样 球没有打中 自己抢 但是 这球又被切了 张承宇 我给吉普森 再找张承宇 苏伟 琼斯对韩米尔顿 有点防得也不错 小川 有点慢啊 但是韩米尔顿 还是把球打进 吉普森这边够快的 也出现失误了 因为琼斯并没有能够摆脱防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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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件自己投 然蛮抢到 吹了苏伟的犯规 这球张承宇啊 没做好提出准备 大树一个远头命中了 反而给高尚 比较实际重心了 看看吉普森什么时候 能够开启自己的得分模式啊 到目前为止 两边都确实有点变化 登纯顿这个得分能力啊 青岛两个外援 肯定要比手方的两个外援强 但是当他们如果能够更好的分享球的话啊 能够让更多的青岛的国队球员 参与进攻的话 其实对手方来说是更难防守的 不过呢 因为现在球队 比分处在落后 看看在暂停回来的时候 吉普森会不会开启一段自己的 可人得分模式啊 先把比分追上 吉普森之前对天津是 砍了39分 对深西呢 赢了两球砍了36分 上一场比赛呢 对北控啊 是只得了24分 对他来说 一场比赛拿24分肯定不算多 那场比赛因为外线 七头零重 也确实是 迷路龙略啊 没有找到手感 看看今天怎么样 今天请不请确实啊 来了 今天外线的第一次出手啊 就三分命中 双方打成16平 小时候让内线切 球并没有给到 林轩再转 段江峰 并没有头 能够命中 一个抢断 这球打得太小了 这个去 速度 靠速度想摆脱 没摆脱开 但是依靠自己的身体 单吃了一个 很有意思啊 两边的外援啊 今天啊 都有所改变 咱们说之前啊 被说有点毒的琼斯 开始传球啊 今天有很多 可想不到的传球 而再说之前 打得不够凶的杰克逊 今天加强了个人进攻 这场比赛啊 确实之前两边 咱们说雅尼斯也好 光宝宾知道也好 看来都是之前准备会啊 做得比较充足 比赛有意思了 嗯 先到这边 换上了吉布森 前CV的得分王 这个坎分能力确实强啊 手钢也是换上了王萧辉 小川一上来的表现不错啊 攻得很主动 也有妙传 吉克逊场均13分 6.74助攻 确实是不少 还有2.34抢断 13分啊 确实作为咱们说 CV的小外员来说 并不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在关键时刻 咱们说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有待观察 高尚 晃一下 后撤步 中距离命中 高尚租界到青岛呢 对自己 对青岛来说 我觉得都是 咱们说双赢的 能够更多参加比赛 同时的青岛也有 一个更好的 咱们说国内球员 给吉布森 好球 这球传得很妙 但是并没有能够接到 这球张恒军啊 没做到贴手准备 大树一个远头命中了 这球实际重心了 看看吉尔森什么时候 能够开启自己的隔分模式 准备第三阵前面的 Ole Löker الس iamo 离开 然间拖大 不动 没 inim的 朏雯 其实跟莫里斯相比,你的感觉怕不动 因为我现在的身体牵托条件 可能还真的比较差一些 力量 移动能力 包括咱们说中投 又是中投这一下 肯定是不如墨 但是打的够拼 高尚 又是首刚的反击机会 出位调加篮板 出位调加篮板 刘森有失误了 迪克逊绝对速度并不快 但是再次给汉德尔队传出一个妙传 可刚队的魔盒 初见成效 助攻数十一对三 这就看出来了很明显的一个数据对比 青岛这边的这个进攻啊 三打太多了 而且这三个助攻里面 我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有两个是来自琼斯的传球 来看点球啊 非常漂亮 传的刚刚好 人道球道 四打太多了 二三 给你怎么可以 一声 华人 啊 我了我 我了我了 二 我了 二 我了 二 我了 然后来个阵阔固期 关键其价 再来猜猴子 换上了29号段弘瑞 好球 青岛的船球如果能得更多一些的话 要更多的猜猜猜猜的话 这个分差啊还是有点追 再来一个 又有了 今天守冈队的两个外员在第三阶中 已经完成了三次连线了 汉密尔顿今天23加持 之前的最高得分 汉密尔顿是对同期拿到了28分 看看今天能不能够突破自己的CBA的这个得分新高 有朋友还在说 说手刚就是外援 不行 但是今天那场球个人觉得 需要调整一下 张成语也是眼疾手快 不过这段时间因为青岛的命中的下降 包括出现了几次失误 使手高打了一些反击 看看亚内斯怎么部署 这下降了一阵子 当然是很高的 镇子 对 这下降了一阵子 我们也认为这儿是 我认为这个是 冰子 这下降了一阵子 对 我认为这儿是 看看暂停他这个下手能不能够复制 能不能够打出来 还有11.8秒 换上了刘淑南 刘底线好球 这样的话随着戴小圈刚才上来命中 56比44 在第二节手刚完成了反超 这一节中我们看到了 是领先了12分 艾伦杰克逊 也就是现在这个现场DJ口中的这个AJ半场球拿了18分 过去的三场比赛 可以说AJ咱们说这个艾伦杰克逊啊 得分能力确实是一般 但是今天半场18分 公平地说旧场论场 这场比赛发挥的真的是非常出色 看看这个得分火力能不能过去半场 不到延续同时看看青岛这边啊 能不能够有更好的进攻选择 在第二阶段很多时候又陷入到了单打之中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尤其是琼斯今天的效率并不高 卡米尔正休息 赚上大树 张宗超 换防了 外线说刚好再偷一个这次没有了 尹森 哎运丢了 跑在这球上还是拨得很快 外线 孙杰 瞄一下 命中 连中两局三分之后 跟上回到15分 对 又是抢到前场篮板 今天啊 手钢在二次进攻上 给了青岛很多的机会 蓝板球 相信这会是亚迪斯 一个要续说的问题 因为不顶人或者说 对蓝板球的拼抢 今天青岛做得非常的积极 拼出了很多的机会 来看啊 今天外园得分49分 国内球员31分 所以说今天 都凯雷 所以说今天 隔砍了87分 第二场比赛打山西 琼斯22分 吉姆森36分 两个人也有58分进场 上一场比赛就48分 今天场比赛两个人现在 只有26分 而且在数据对比上 我们可以看到 不以进攻准备的杰克逊 24分球 而以进攻准备的杰克逊 现在不到20分 吹了张松涛的进攻犯规 今天啊 换到咱们说 是这个青岛的两位外员 大小外员 基本增加琼斯 表现不佳了 尤其是琼斯 可以说今天表现 非常的让球迷不满意 今天晚上的时候 看了一个帖子 一个青岛球迷写的 说的是琼斯 你能力够 但是如果不好好打球的话 对球的伤害非常大 当然用词可能会比我 刚才要更激烈一些 但其实也反映出 这些球迷的一些看法 好球 现在看看进攻 杰克逊 王清明怎么样 惹了 王清明今天也很准啊 五头负重拿九分五个篮板 王树 腿的手 这球 这球是通过扯动 把整个进去拉空了 这样的话 直接获得了一个上空篮的机会 这段时间感觉青岛队的进攻 都逐渐回来了 更多的传球 进攻中 有更多的人 这个 能够经手 又是内线漏人 因为汉米尔顿啊 能够把苏伟吸引出来 这样的话呢 青岛队篮下呼框 就显得稍微弱了一些 再来看啊 因为汉米尔顿 这是刚才那个进攻 他们看 因为只要苏伟出来 他不在篮下 那么 往里的突破 包括上篮 这边手钢压力就小了 今天萧惠得分并不高 好 这球险些失误 没有回场 迪布森 有 全差来到10分 10分钟的时间 10分球 这是个可追的范围 依然还是依靠汉米尔顿的牵制 但是这次 汉米尔顿今天的外线啊 还是没有手感 抢断了 萧辉 再抢 哎呦 萧辉哦 这球没有能够上进啊 来 途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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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犯规 吉普森呢 是认为这球啊 是连贯动作 已经出手了 来看啊 这球如果吹犯规的话 其实可以吹二加一 那裁判还认为是犯规在先 只是一个普通犯规 这个球感觉如果是NBA的话 应该就是二加一了 展现了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又有了 今天 手钢队的两个外援 在第三阶中 已经完成了三次连线了 汉米尔顿今天二十三加十 之前的最高得分 汉米尔顿是对同期拿到了二十八分 我们看看今天啊 能不能够突破自己的CBA的这个 得分新高 有朋友还在说啊 说 手钢啊 就是外援 不行 但是今天那场球 个人觉得啊 打得可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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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呢 之前咱们说非常能够得分 有很强能力的 吉布森 跟琼斯今天打的 并不是非常好 波罗打得非常不好 又被抢断了 现在天打的进攻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现在天打的进攻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把米尔顿继续出来 这球是一个传球 又是完成了一个助攻 又是完成了一个助攻 上来也没有 还没有尔顿一个基地 这次给吉布森识破 现在需要得分啊 这个球可以早一点给 刚才篮下苏尔是一个空位 可以给空中接力的 苏尔刚才也在跟孙兰说 这球往天上给就好了 不过好在呢 还是把球补中 高尚拿到十分 有个篮板 身上有击了 有个篮板 士维尔 我也是 цент 他现在已经20分进仗了 很好 プロ 对 好球 球要转起来 漂亮 不看人的传球 全结四个助攻全部 交辉 苏伟还是拼命的把哈比尔顿往篮外顶 防树 没有犯规 反击 上球 王清明漂亮 追到差6分 这一截追分啊非常快 手钢这边应该是准备把杰克逊换上来了 哈比尔顿中头怎么样 命中 这是关键球 那感觉现在在起势啊 跑重了 高尚 这球够强硬 篮下的防守 刚才呢 因为哈比尔顿也是被吸引出去了 高尚今天17分 凯米尔顿再重 连拿4分 凯米尔顿今天31分啊也是创造了个人新宫 好 吃点延误 苏伟被冒 苏伟被朱锡给冒了 但是前场球 比赛 比赛 苏伟在进攻端的这个 中间的队啊 比赛阳板这下啊 确实还是要弱一些 防守型的蓝领内线 换一下张才仁 换上小川 还是没有着急换杰杰杰杰 可抛头命中 6分了 从13分啊到6分 追了7分球不到半截的时间 小辉 被冒 二十四脑为例 青岛的又一次成功的防守 在这一节中呢 青岛再加强了进攻端 转移球 同时加强了防守的强度 第二次造成了首钢的二十四脑为例 这球要是再进 分插就将缩角到一个球 缩角到一个球 征球 征球的话是北京球选 对不起 应该是 刚才算错了 因为刚才是 差六 进攻犯规 这球 穷斯这球很聪明啊 一看 因为两个贴得非常近 你稍微有发力动作 马上就倒 地板应该是有汗啊 所以也是需要工程人员赶紧及时的去擦一下 好球 穷斯又一个妙传 漂亮 穷斯今天在 咱们说高位在湖顶这个位置啊 这几次妙传 确实展现了不一样的这个手感 我们 防得也不错啊 哈密尔顿那型的出手 都是很别扭 穷斯推进 再给吉普森 真的是对杰克逊来说 吉普森太快了 这球像蓝网一样把球断下来 防守犯规 来看一下啊 高高跃起把球拍下 再转上篮 这球是王小辉晚上抢断 小冠队这边是加强了防守强度 刚才给了很足的对抗 这一截青岛的命中率并不高 七头只有一种 吉普森 也没有 拿下篮板 看看反击 好球 这应该是杰克逊的最快速度了吧 今天其实攻得很主动啊 这对手光球迷来说 对手光队来说 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如果他只是能在传球这一项上 提供威胁的话 那显然还是不够的 最强点 在方轮压力非常大 看看手刚能不能够把节奏带起来 这即可 se 高尚 失误了 吉普森抢断 造成杀伤 这球险些打成2加1 又是一个抢断 相信在赛前 也是有所部署 因为知道手钢这边传球多 你需要更多的人 参与到进攻当中 所以对传球线路的 这样的一个控制 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能够完成抢断 那么马上倾倒的 可以组织起 很有效的反击 第一节比赛 琼斯有抢断之后的暴扣 这节比赛上来 又是吉普森完成抢断 然后造成杀伤 两罚全中 分差到7分 这之前很多北京 手钢球人民所说的 到了这种时候 需要也能够站出来 咱们说哪怕是 用不可理的方式 而也要能够有得分 海维尔顿怎么样 球没有打中 自己抢 但是 这球又被切了 张承宇 会给吉普森 再找张承宇 苏维尔顿 冲斯对韩米尔顿 有点防得也不错 小川 有点慢啊 但是汉米尔顿还是把球打进 吉普森这边是够快的 也出现失误了 因为琼斯并没有能够摆脱防走 自己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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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能抢到 吹了苏伟的犯规 王晓慧的中途命中 如果马上回来啊 又是一个防守 看看下半场青岛队这边的进攻啊 能不能有所恢复 可能好像这个计时啊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台湾呢也是在跟计时代表 在进行沟通 那方聊到了这个首刚的国内球员 确实首刚的国内球员 咱们说啊 这个庙会三级头 方硕 王晓慧 小川 到目前为止 本赛季打得就很不错 尤其是方数 卡尼斯 胡耀宾指导 胡耀宾指导 得好好地去想想 球队进攻的问题了 今天半场球 就得了四十多分 确实 进攻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咱们说琼斯也好 金森也好 坎文能力都不够强 但是好像现在的进攻啊 还没有完全地成为一个整体 人之间的 人之间的 确实 要知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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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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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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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